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国家 当时的辉煌无人能及 如今很多著名的诗歌文学都是歌颂中国历史文化的 这样看来中国当时确实很不一般 尤其在汉朝和唐朝的时候 可以说中国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不仅有丰富的物产资源 土地面积也是屈指可数 当然除此之外有钱才是资本 当时中国凭借这几个强项 站在国际最高的位置 是亚洲地带最闪亮的明星 在你辉煌的时候 总有那么一些小粉丝整天追在后面 当时中国就有深刻的体会 因为强大 所以周边很多国家都霸解中国 无论有什么好东西 第一个就想到奉献给中国皇帝 可以说当时中国收礼收到首抽筋 当然这些小国经常派学者到中国取经 希望能够学到一些中国的治国之道 哪怕只学到一点也会异常兴奋 这些小国除了朝鲜之外 还有菲律宾以及越南等国家 这些国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菲律宾 因为这个国家与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 早在三国时期就已经有密切的往来 到了清朝时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 已经到了不分你我的帝国 那么这些从哪个方面可以看出来呢 这就不得不说到明朝时期发生了一件事情 当时菲律宾群岛上面的政权叫做苏鲁租呆 这个国家的国王以及另外两位很有实力的当家 带着自己的家人一起来到中国 拜访传说中鼎鼎有名的名城祖朱蒂 还带了不少当地的特产 整整装了好几大船 他们在中国游访了一段时间非常开心 也自称学到了不少中国文化 之后返程的路途中 其中一位当家的病逝了 这个当家的就是东王 他临死之前特别强调要葬在中国 因为自己对中国非常热爱 死后仍然想要与这片土地作伴 这足以看出当时中国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到了清朝时期 菲律宾这片土地上不再像以前那么环境了 因为西班牙的骚扰 他们一直都获得胆战心惊 可又不能强硬地对抗西班牙 实力不足 那时候菲律宾觉得无能稳利 唯一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向中国穷助 希望这时候中国能够站出来拉自己一把 可是当时清政府不想惹过上身 果断地毁绝了菲律宾 中国拒绝帮助他们之后 西班牙强占了菲律宾 接下来长达数百万的时间 菲律宾都过着去不可调道 被西班牙当作民意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菲律宾才恢复了自由 菲律宾后来总结了一下 自己国家走到这个地步的原因 他们总结出来的理论就是因为没有钱 才会任别人欺负 于是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赚钱 实行对外开放 确实获得了不少的回报 那个时候的菲律宾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一行成为亚洲第二户人物 直逼日本 本以为菲律宾会赶超日本 可是命运的灾难再次降临 因为菲律宾对外开放 是依靠其他国家发展起来的 其他国家经济直接影响菲律宾的经济 那个时候其他国家的经济不景气 菲律宾再次面临经济危机 最后走到贫穷的边缘 一发不可收拾 菲律宾垂头丧气 但是为了生活 不得不再次想办法赚钱 他们的脑子还是很聪明的 用通用全世界的英语来当作赚钱的资本 因为菲律宾一直被其他国家占领 让他们学习到了英语 这里几乎所有人都会讲英语 女人也不外 为了赚钱 这些女人纷纷到其他国家做女佣 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菲徉 这些菲徉都是高级用工 家政行业专业服务 在世界家政行业中 菲徉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世界之名的败 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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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宾